他的外觀設定 那這些設定的話裡面非常的多啦 其中有一項你可以從這邊卷軸 你會發現這個信紙怎麼關呢 特別是先說一下 因為等一下可能有同學開得起來 不知道怎麼關 關在這裡 叉叉 然後他的卷軸在這裡 上下 所以你要控制上下很多同學 摸不著頭緒 因為他面板長得很奇怪 關閉就從這邊關閉 開的話就從這邊開 或者Ctrl1 然後調整的話就從這邊調整 你會發現 這邊也會有一個度量 有沒有 在哪裡呢 這邊也會出現一個什麼呢 可以把它拉寬一點點好了 有沒有發現 這邊同樣 假如說你要調整 除了說可以從 標注裡面去調整之外 你也可以找到這邊有個叫做 主要單位 這邊有個叫做線性標注比例 你把它輸入0.5 從這個地方也可以 可以做 設定 一樣的方式 只是說一個在性質 那另外一個的話 是在 這個標注 這位可以關起來 標注這邊標注形式 當然好像從 這樣看起來感覺好像從那個 性質裡面會快一些 這部分的話 我想你們可以試試看 兩個部分 可以去標注他的比例 因為有同學遇到同樣的問題 放大之後呢 比例就不正確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好